那时候南非的这些 现在是ANC 非洲团结联盟 这个跟中国大陆是有 这个是有怎么样 是有革命情感的 曼德拉的接班人 我记得叫Mbecky Mbecky后来也做了这个南非总统 他一上任就一定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怎么挡挡不住 那他就对话说 我们我从小跟中国大陆 就是有革命情感的 就是因为他们在搞这个 推翻百人政权里面 中国大陆的军事顾问 直接在南非 所以中国大陆在南非 是一个战略性的 一种长期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 早期是没有不可会言 是有共产主义 世界革命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然后呢 那时候中国大陆又有怎么样 要怎样推翻全球的这种 殖民主义 这个帝国主义的这种 革命情感的